讓我看一下這題 他說松浦設計公司 四月份承擔三種不同案件的預算 其中每案預算 進而是十萬個 所以說有三種不同的預算 我每個月十萬塊預算的案子 最多只能接幾件 接四件 預算是幾 二十萬的案子 每個月最多只接幾件 三件 三十萬的預算是三十萬的案子 每個月最多接幾件 接兩件 已經知道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所以說我有三種形態的案子 好不好 十萬塊的案子 最多接十件 二十萬的三件 三十萬的兩件 那老師今天知道 今天這個公司 在幾月份 在這個月份 總共接了五件案子 而且每一種預算的案子至少接一件 不過你有七種接法 這三種案子加起來 要幾件 要五件 對吧 這三種案子加起來 要五件 可以嗎 而且每個案子至少一件 欸 至少一件 欸 至少一件 這樣行不行 所以每個案子至少一件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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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每個案子至少一件喔 注意聽 老師問你 至少一件 老師問你 至少一件 來老師問你 你大概畫一下 再至少一件 還差幾案子 所以總共加強五件嘛 所以說每個案子至少一件刑犯之下 還差幾個 還差兩個 問題啦 這兩個搞不好都給他 或者是這兩個都給他 或者這兩個都給他 或者這兩個一個給他 一個給他 或者這兩個一個給他 一個給他 或者這兩個一個給他 一個給他 這樣行嗎 所以剩下兩件嘛 可兩件都給他 或者給他 或者給他 或者各一 各一 各一 但是請注意聽 其中 這沒有問題 三十萬最多監情劍 接兩劍 這接三劍不行 對吧 所以說還不超過呢 還不超過了 沒有 所以告訴我 有幾種不同激樣的方法 一 二 三 四 五 七種 五種 OK